这是呢在陈建仁的大酸南投没有超前部署之后 内政部长林又昌也再加入了战局 炮轰南投对灾情一问三不知 但是呢蓝营就怒轰 这根本就是诸部署 更多内容我们来看到国会大现场 把时间交给陈佑 国会大现场我们今天邀请到立委李德伟 来到了现场委员早安 是大家早安 我们来看到这个卡努台风围重创南投 结果没有想到现在中央是把南投当成垫脚的工具吗 先前陈建仁先大酸徐书华就南投县长 说他没有超前部署 所以呢救灾不利 那另一方面内政部长林又昌也跟着在脸书上面参战了 他就说呢南投对于灾情是一问三不知 可是如果回想过去林又昌在担任基隆市长任内 基隆两次台风来他人都在国外 对所以我觉得对于陈建仁而言 林又昌不是猪队友而是一个猪部署 其实陈建仁之前的发言 已经让外界觉得相关的救灾 陈建仁有蓝绿之分 甚至于暗窥许淑华县长 对于南投的县民灾民非常的不公平不公道 整个温暖的内阁变成冷血无情的政治内阁 大家已经批评非常多了 其实在逐渐的救灾之后 相关的风雨已经过去了 但是现在内政部林又昌部长却跳出来指责许淑华 以及相关南投县政府 而被许淑华跟南投县政府指出 反倒是在风雨最大的时候 中央把所谓的中央救灾应变中心整个的撤除了 当大家正在水深火热的时候 而中央拔腿就跑 所以在这个部分反而林又昌变成是一个诸部署 我们认为林又昌部长这样子的发言 太过政治化而且太针对性 这样子其实反而暴露出来 民进党这些相关的官员 没有真正的人机挤逆 挤机人逆挤逆 而不断的在做政治的算计 对啊 所以可以看到林又昌还以为 这样子好像在帮承建人一把 结果又在让大家看到什么叫做 防灾要分蓝绿 就是林又昌再一次的去证明了这件事情 问题是8月4号中午 刚才委员特别提到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就裁撤掉 可是呢在前一天气象局早就已经市井 中南部山区会有很大的雨势 所以现在中央这样子超前解散 应变中心都没事吗 对 所以在这边大家也讥笑 这个中央应变灾害中心 反而是真正遇到灾害的时候 拔腿就跑 这样子对于民众 对于南头的灾民而言 完全的不公平不正义 所以我们也认为行政院必须来检讨 相关部会的一个责任 毕竟在这个时候 我其实水利署已经也有预警南头县政府 相关很可能会有土石流 或者大雨的爆发 所以仁爱乡公所跟南头县政府 都把所谓的警戒不断的在升级 从三级二级到一级 而这个时候中央政府没有反球诸己 反而拔腿就跑 真的让灾民以及南头县许淑华县长 非常的生气 而在那个时候其实许淑华没有特别的反应出来 因为他认为救灾第一灾民优先 反而在事后林又昌又去刺激他 他才忍不住说出这一段事实 对而且其实说真的 先前一样中央灾害应变中心 一定有开一些视讯会议 如果中央觉得南头部署不够 部署没有超前 怎么没有在这个会议当中 可能直接下马威就跟许淑华讲清楚 然后结果你现在事后诸葛 再说你没有超前部署嘛 我们再看到那个有关于这个 前瞻水预算的东西 因为陈建人拿高雄跟南头做比较 高雄拿的预算八十亿 南头只拿八亿 所以等于是南头是高雄的十分之一 结果他们现在这样子来比较 对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南头相关的地形地貌 跟高雄完全的不同 而在这个部分高雄拿的 相关前瞻的治水预算 是南头的十倍 而发生这样子的灾害 中央部检讨自己 钱有没有用在刀口上 反而把责任推给南头县政府 推给许淑华县长 我们认为这非常的不公道 而在这个部分 陈建人院长应该反求诸己 而不是只会粗言讽刺而已 是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德威哥的宝贵时间 谢谢 好我们可以看到有关于 这一次南头的救灾 好像陈建人开了第一枪之后 已经从温暖内阁变成冷血内阁 结果殊不知 他底下的部署 也要跟着冷血的这条路走下去吗 包含了从林友昌自己的贴文 就看得出来 事后再踢南头一脚 说你南头面对灾情 是一问三不知 所以就是要贯彻整个冷血的内阁 那你就发现 其实在面对灾害的时候 原来不是中央地方一条心 而是中央地方都是在看颜色办事而已 你知道我们这一节的国会贼心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技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医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